1945年法西斯德国投降剩余多少石油? 1945年那翠德国投降时库存石油所剩无几石油,让德国的战车停止转动走向投降桌衣。 德国自身资源不匮乏德国,作为欧洲一个平油国,其石油资源十分贫乏占潜, 德国的石油主要依靠进口,主要的石油进口国是罗马尼亚,罗马尼亚是欧洲的。 第二大产油国苏联产油第一,战争前期罗马尼亚,为德国提供了大量的石油。 德国则支援罗马尼亚各种武器和装备后期,由于英国对海上输油线路的封锁, 聪明德国不得已采用了煤焦油的方法代替石油,因为德国的煤炭资源是丰富的。 二、闪电战,也是穷人的战争德国前期发动的闪电战, 可以说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。 但是,闪电战,也穷人的战争德国,看到自身石油资源的短缺。 采用闪电战的方式,短时间没集中力量,击败对手, 从而掠夺占领国的水油资源,补充自己的战争损耗古德利安的这一策略, 短期内是有效德国用这套战法完成了对敌国的秒杀。 二十七天内征服波兰一天内,征服丹麦,二十三天内征服挪威, 五天内征服荷兰十八天内征服比利时,三十九天内征服号称, 欧洲最强陆军的法国。 二战后期特别是,巴巴罗萨,计划后德军在对苏联作战失利后, 斯大林格勒,保卫战使了德军的闪电战,成为了持久战死时, 德军却在四面出击,对石油依赖越来越强, 同时英国大批次的出动飞机轰炸德国的石油设施和石油补, 给县瑞典学者波克恩贝克趁四个月内德国, 每一个重要的合成石油工厂,至少被空袭过两次。